4月2日,重庆市政府向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越南、亚美尼亚、厄瓜多尔、哥伦比亚捐赠一批医疗防疫物资,支援这些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。 这批物资包括向印度捐赠1000套防护服、1000套隔离衣、5000个N95医用防护口罩、 向巴基斯坦捐赠10万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、向越南捐赠10万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、 向亚美尼亚捐赠5万个医用防护口罩、1万双医用检查手套、 向厄瓜多尔捐赠1000套防护服、1000套隔离衣、5000个N95医用防护口罩、 向哥伦比亚捐赠1000套防护服、1000套隔离衣、2000份核酸检测试集合、 2万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、5000个N95医用防护口罩。 记者在捐赠现场看到,捐赠的医疗防疫物资外包装上, 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入各种加油古劲标语, 其中捐赠给哥伦比亚、厄瓜多尔的物词上面, 张贴着风雨同路的标语。 据了解,重庆在保障该市疫情防护工作前提下, 此前已向韩国、意大利、伊朗等国家及友好城市捐赠了两批医疗防护物资。 除了捐赠防护物资外,重庆也向国外有城发出了慰问信, 提供防疫物资采购渠道, 并与多个国家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交流视频会议, 分享疫情防控经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